選戰少不了口水戰就來看到是民進黨 臺北上參選人陳時中 日前是在社群平臺抒發心情 他說希望這選情能夠播雲見日 結果呢就被臺北市長柯文哲 酸說這雲還不是兜你帶來的 好對此呢陳時中今天回嗆了 他說這些沒意思不用潑冷水 你這個形容詞也還不錯 好心情全寫在臉上 民進黨臺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出席臺北市公務局企業工會活動 仿佛為市長大位提前暖身 接下來我們當市長的時候 如何來改善 讓大家的一半從身體的健康 或工作勞動的條件 還有相關的薪資 等等的獎勵的方案 是不是能夠做得更好 韓外要改善公務員的福利制度 要以政策回歸選舉正軌 強調紛紛擾擾鬥會波雲見日 但臺北市長柯文哲 確實不太看好 怎麼會講說這個波雲見日 是陳時中自早的 不理會外界口水 陳時中相信努力就會被看見 尤其對手黃珊珊前一天上節目時 可是給中央的防疫打了個好成績 你應該有資格可以幫中央防疫打分數 你給陳時中打分數你會打多少 我覺得如果整體來說 還是我覺得至少有80分以上 你認同這個防疫成績中央有80分以上 這個這是里程碑的 我想我們的防疫成績世界都肯定 行程滿滿滿 陳時中持續以陸戰勤掃市場 緊握每一雙手 空戰當然也是少不了 社區媒體最新發布 日前跟桌球好手正一進比賽的影片 就是要以正面形象 還給市民乾淨的選舉空間 記得簡稱是李謝雲SNG小組 台北參謀報道